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骨骨头坏死 我们讲的主要有那么脊内 它不同 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最大的区别是一种叫小R骨头坏死 这个病和成人的骨头坏死是不一样的 小R这种育活很好 往往不需要手术 它可以恢复的比较好 也叫扁平宽 但是成人这种骨头坏死 要治好是真真不容易 甚至有些人就把骨骨头坏死 叫做一种不要命的一种 像癌症一样的那种肿瘤一样的那种不好的病 也就是说 它这个愈后不是太好 但是经过积极的治疗 还是有一部分病人 用非手术疗法可以获益的 也就是说它终身不需要做手术 只要它关节不痛 那么就可以认为它是减轻的 在治疗上 在早期 如果是用非手术疗法 就说要减轻骨骨头的负重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压迫骨头 一压迫骨头 骨骨头就出现塌陷 那么将来会疼得很重 就是你非手术不行了 如果不出现塌陷 这个骨坏丝的骨呢 还有一些改善 能够改善过来 另外呢 我们用一些活血花瘤的药 和那个降血脂的药 对骨头坏丝发生 还都是有好处的